哈喽大家好 欢迎到YA Diary 我目前人呢是在由外貌协会所主办的 台湾国际创意礼品文剧展 这场展览的前身呢 是台北国际礼品文剧纪文创展 是一个已经举办了超过40年的重量级展会哦 那我们就一起go 今年迎接转型 主题为be yourself be stylish 吸引了超过330家的国内外企业前来参展 对于一名文剧控来说呢 最吸引过的 就是今年首次推出的创作者实验室啦 网络国内外IP原创 插画设计等65个团队进驻 那其中也有不少我们熟悉的好伙伴哦 马上来进入这一次的逛展记录吧 这一块大背板是由月眠所绘制的 利用了深色打底 搭配可爱的小动物和小花小草 呈现一种低调华丽 非常适合拍照的布景 品牌经营者Zoe本身除了是文具YouTuber之外呢 她同时也经营了日本欧美文具和手作用品的网站 所以这一次他们可以说是把好棒棒商品们全部带到现场了 还开设一堂笔记本的制作课程 我们后面呢也会有现场的活动记录 打个信号先记起来 我们来到主日文创来欣赏一下喵大的摊位 是一个春意昂然的呈现哦 这次的春季新品真是非常有存在感 继去年推出了方形和圆形的日布印章之后 这次的花儿油雾选择长方形 日期可以调整 还有八片的水晶印章替换 我最喜欢这一个小蝴蝶结款式 它单盖或是附上日期都非常优雅 再来是我最喜欢的纸胶带 这次呢相当的wow 因为呢有七卷哦 它们都是自己印成制的 首先是圆丁手闸和纸胶带 主要呈现的是小花小草 有一种记录式的感觉 那标签收藏夹是满满的标签框框 非常好做拼贴搭配 分成了烫金盒纸 它有亮面被可光PET材质 再来是这四卷花开的样子四季版 春季烫银 象征新生的嫩芽 夏季烫金 代表灿烂的阳光 秋季古铜 是金秋 也是麦田的颜色 那冬季小银葱 代表闪耀的雪地 四卷使用的工艺不同 图样也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已经在构思要怎么样拼贴啦 接着要看到的是这个 手工活版现装长型笔记本 去年出了A到E 今年是F到J F无畏 G感恩 H快乐 I想象 J多才 这五本笔记本呢 内页全部都是点阵格式 封面都使用到透明 还有压色的火板印刷 而且还分成了烫金 烫骨铜金 还有这种像彩虹一样的光线等等的 五本的印刷呈现都不一样 一图使人存包 再来是好看得不得了的线圈笔记本 一样是四色系列 珊瑚 翡翠 梅子和戒子 它们不是那种只有封面不同 内页都长一样的本本哦 你看我们随机翻两本 内页都是有各自的美 加上折线的设计 方便你撕下来 Perfect 那我们再转的身 看一下碗子的摊位 可以看到哦 在食品 家具 保养品 还有手表等领域 品牌都有涉足授权 我也特别喜欢有一些小包包啊 收纳袋的花色 甚至是这一种信封套组 完全不想错过它们 那这些图像拿来拼贴 一定也超棒的嘛 所以呢 它们除了有出变签之外 这一次还首度推出了 素材纸活动 二是一种好看得不得了的 A5印花素材 我是直接打包之后 又多挑几张 怕自己用太快 那至于PET招待 鸽子咖啡营业中 是由可爱的小动物们当主角 一起喝咖啡 吃下午茶 感觉就很气馁 我也很开心有机会 可以把自己这一本 特别小特别花巧 都特别用完一个循环的小折叶 还和英老师 还有莎莎的作品摆在一起 又感动又想哗哗 这和品牌的素材质 还有过往的脚胶袋作品 都可以有非常好的搭配哦 各位可以来尝试看看 那说到这里呢 就必须要提到 喵大叔的线圈笔记本 那碗子有吗 我们要马上进入到 课程活动现场看看 主日文创旗下的两个品牌 和不想工作只想手作 家里品文剧展推出了 自己的笔记本自己做课程 两个品牌各自提供了 会让人选择障碍的超美内页 还有品牌的印章 搭配不想工作只想手作的 装订机热风枪 还有烫图粉等素材 由ZOE在现场授课 我们从素材的准备 简貌内容到彩排 每个环节 团队成员都非常地认真准备哦 让台下的参与者们 从选纸选线圈 盖章烫图 到最后的装订线圈 一步一步来制作专属的笔记本 那我报名到的是碗子厂 作者本人还帮我们切回 我差点就要开心到烤团 好想要购买所有的素材 来回家自己做 那我想这也是手作的魅力 那下课之后呢 我们在展间还有看到 工艺明信片展区 有很多位的创作者们 都提供了作品 各位只要捐款 就可以选择喜欢的明信片带走 逛展也可以奉献爱心 站起来 至于在这一届的 礼品文具展当中呢 主办单位还设计了一个选品房 精选出了优质的设计品牌 那我挑选的是这个 相对有趣的品牌 自立笔 目前他们出到第三代了哦 第一代是右边这一种直立式的 第二代星际 是首创23.5度的倾斜漂浮 那上面这边呢还有一小块 是真正的陨石哦 他们都不用掉粒 而是靠磁力漂浮 那这两款呢都是用笔头来创造漂浮感的 到了第三代未来 它是用屁股来接触的哦 笔头的部分还可以换成钢笔来使用 摆在桌上很有科技感 设计感 选泡 我们在这里看到好多好可爱的公仔和调室 这个是本土品牌 Gene Art 烧倒玩具 我最先是因为看到这个书毛公寓 想要知道说这是什么样子好笑的小玩意 才发现呢它是压克力甲啦 那品牌啊不只是有这种灰鞋的作品联名啊 还有很多是种可爱风格的 看完这些压克力吊石之后呢 这边还有好多好精致的小公仔 像是有数十种的小猫猫 还有我在新门町看过的水果刺猬系列 而且可以做大只的 还可以做袖珍款哦 至于各种人物型的角色 这边也全部都有 类型超多的 甚至还有纸质品的文具 涉猎好广 希望以后我喜欢的品牌 如果有适合做成公仔的角色呢 也可以全部都立体化 观看画面 大家闻不出来 可是这个摊位哦 真的是充满独特香气 前面我们看到的是很可爱的公仔 现在呢是有一个很香 很鼓励的公仔 艺术家罗伍老师 把珍贵的木料 变成精致的积木人 他除了是一件艺术摆设之外 身上还有好几处可动关节 让你能够边把玩 边闻好闻的木质箱 团队成员说 这是全木手作工艺品 我觉得因为造型和使用的素材搭配 让它同时兼具到了 沉稳的气质 还有可爱的童趣 那当然啦 品牌还有其他的木制品 像是手珠啊木盒 都会因为选用到不同的木材 而散发出不同的清香 哦各位来看一下 挂满整面墙的小动物 还有小面包们 这是海绵工坊 也是在台湾生耕了30多年的 在地品牌延伸 它们是把传统的海绵 变成了像装饰品一样的存在 我在展会第一天啊 看见微风画室的Sylvia 拿了一个蓬蓬的面包回来 就觉得说怎么会有这么可爱的文创商品 那过来这边参观之后呢 就发现它们有很多的面包造型海绵 还有小动物啊 小水果 甚至是寿司组 真的非常有创意哦 而且它们各自还有不同的功能 有一些可以用在脸上 用在身上 有一些可以拿来洗碗使用 兼具使用性和趣味性 我很常用来拼贴的素材系高手90 带着新品回来啦 这次的PET交代新品 和我们过去广泛用来拼贴的好朋友素材 很不一样哦 这一回是满满的面包 还有可爱的面包小童小精灵 角色们看起来很勤奋 面包也感觉很好吃 而且旁边还是有百搭的标签素材 各位买一卷就可以完成一张拼贴了吧 那依照它的主题特性 这一回在可爱的小贴纸当中 就出现了可爱的小面包 那至于新品调试 我也忍不住带一个回家 因为真的是非常的可爱 再来还有这个很好用的拼贴卡门 已经从A出到F系列啦 还有和Keyoko Studio的联名拼贴小卡 完全是新手友善 方便使用的百搭款 大推特推 那品牌之前和丽夏的联名款 也是好贴百搭 这次丽夏呢 也有带来他们的新作品 是这一种浪漫又优美的樱花和色块 这个名称是叫一木花道 也是非常懂得怎么样玩梗耶 大家要继续支持这个系列 我是希望刘川峰出导啦 不过我妹说她希望三井手出导 有建筑背景的好主意大雄 在先前的创作联会之后呢 又推出新品啦 最吸引我的是和发发制造所所联名的 苗图纸变迁春华一春华二 我完全无法选择是要一还是二 因为两款都这么的好看这么优雅 联名推出的转印贴纸 也是有农印和淡雅的花卉呈现 一看就是适合我的百搭款啊 那旁边还要展示这一些历来的新旧品纸胶带 有很好用的圈圈 还有完全展现出专业背景的建筑款 甚至还有这一组巴黎的街景拼贴哦 这可是转印贴纸新品的原稿 虽然色彩有一点差异 但各有不同的好看 那最后呢 我们要看到的是 这一回展览有逛到的其他品牌 还有先前几次逛展 没有好好细看的品牌们 印红食堂平常是专业的印刷厂 也有文创品牌小印红录 前面提到的自制笔记本课程 所有的精美纸材 都是印红食堂负责印刷的哦 他们家的笔记本呢 也非常有特色 除了我们最喜欢的这种 全摊屏、现装 还有方便书写的质感之外 各位看一下 本本的第一和最后一页 都有纸带的设置哦 方便你放素材 那像这一种 封面多彩的笔记本 在纸带配置之外 透明框框 还可以让你自行更换喜欢的图片 而且他们选择的纸材很好 有一些方间会绑带的本本 很容易松脱或是被累破嘛 不过他们是选择了很高级的纸 所以绑起来效果很不错 我就喜欢这一种 在小地方充满巧思的创意设计咯 那这一次呢 还有这种全白色笔记本 他们说是在制作过程里面 有一些微瑕疵 所以当成洗浮品贩售 不过从它的毛毛的质感 还有可以全摊屏的特色 以及配备这个小纸带的部分呢 也相当值得购买的啦 再来给各位欣赏一下 朱莉姐推荐的疗愈品牌 先前画博想要逛 可是呢 每一次去都被人潮塞满的曼婷 这一次终于可以好好靠近看一下了 创作者利用很细腻柔和的笔触 画出许多 让人感觉到宁静自在的场景 有一些是暖色系的画面呈现 还有很多是清凉的蓝色系作品 我特别挑选几张明信片 有一些是因为具备了我喜欢的音乐元素 还有一些是从我第一眼看见 就觉得很治愈的感觉 那画面里面呢 营造出很多的哲学思考和文学意涵 以及许多诗情画意的想象 甚至还有时间空间的延伸 一些小小光点或两个角色的铜框 都让我有一种 好像可以从紧绷的心情中平缓下来 好好呼吸的感觉 真的让人感觉到说身心很满足 所以我也推荐给大家 魔法屋啾啾 上一次没有买到 这次来补货啦 结果呢 我先被满山满谷的兔头给吸引 终于把闪亮亮的手张兔兔贴纸 还有小兔文具变迁本都带回来咯 另外呢 还惊喜看到这一个 小兔国票券 它有丹麦四色版本 也有加入变迁素材的套组 使用活板印刷的方式来印制 看起来就是复古和可爱的完美结合哦 我们来到一个从背板到商品陈列 都充满设计感的品牌 杨军的摊位咯 除了先前就已经知道的 纸胶袋系列商品 以及小贴纸素材之外呢 另外还有这一种有趣的小标签贴纸 这一种买一卷 就可以和朋友们一起用很久 如果想要尝试时尚设计风格的拼贴 可以选择这个品牌 然后呢 它们的扭蛋 是画博就有的布卡书签 把小猫猫变成衣服的指标 这个扭到之后啊 应该会舍不得使用耶 小猫的表情蛮那个那个的 很可爱 哈喽 小鸟先生出现啦 虾妮妮有很多可爱的小鸟鸟 我这一次呢是为了要补充明信片和变迁本而来的 各位看一下变迁本内容 是不是很温润呢 完全不会想要随便的使用它们 另外呢 我还挑了几款小鸟鸟明信片 要拿来写给朋友们 或写给正在看影片的你各位们 延续上一次会展的情与天背景 整体相当时髦 所以每一次呢 在拼天纸上旅行的素材的时候啊 都希望可以好好呈现出 时尚又具备设计感的作品 之前的虚拟唱片行 缩小版变成了像是方块游戏的鲜艳布景 一样呈现出了很活泼 又带有复古味的气氛 我们之前影片有提过啊 因为是印花品牌 所以不品质品的应用非常多 上一次只有带两拳纸胶带走 这一次又多选了一些贴纸和纸胶带 要来准备练习新风格拼贴咯 花花纸胶带的霸主乐意 先前有问过她们啊 说目标是要达成 有100种常设款花花的里程碑 这次呢问了一下进度 已经达到7成咯 有机会在近几年达成目标 菜苦啦 上一回我犹豫了半天 只有带回了花花便签纸 回家之后我很懊悔 所以这一次呢 我们把门庭 别怨 还有一张套组都带回来咯 去年在自己印试集 我招司牧场的新座款 现在也全部都是我的啦 影片最后 也和各位透露一点小讯息 那就是 我们会抽出幸运儿 可以获得櫻木花刀纸胶带 还有90的拼贴小卡F系列哦 看完影片之后呢 要到我们的IG看一下活动贴文哦 好啦 以上是我们在礼品文具展的 所见所闻 希望各位 也可以从这些品牌当中 找寻到自己的新头号 一起注科美好的文创世界吧 也别忘记参加抽奖活动哦 我们下期见吧